再來繼續講那個 能進療障分第十六 為什麼能夠把我們的療障消耻療障 看看我們這個金剛精怎麼樣講 怎麼樣消耻療障 所以我們修行的人就是會怕有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到沒有辦法到那個 真正的進到空心的時候 我們心裡面都會有 每個人都會有一些掛礙 這個掛礙就是我們的障礙 所以這個分叫能進療障分 就是說怎樣讓我們所有的懷疑 還有我們的掛礙 我們的那個療障怎樣消耻 它的消耻方法是怎麼樣 是不是我們要去求那個 觀世音菩薩 還求是馬子 還求什麼黃大仙來消耻 你看看是不是要求他們來消耻 我們來看看 看看事情怎麼樣講 這個地方是怎麼樣呢 說如果說有人有人授持讀誦此經 為人清見 為人清見 四人先事的罪業硬堕惡道 比如說他本來這個人要堕惡道 已經四人清見故 已經四人清見故先事罪惡 罪業極為消滅 當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我們這樣講的話 我們這樣講的話 香港金鋼金 在那個大之頓路六雕要蒙論裡面 他有幫我們解釋這個 他會說 知此 news 即至有人為師大善之事 因為早wood七盟 被三獨無名所護 因为我们普通一般人大部分都是所做的事情 就是在贪生书里面 所以被三毒无名守护 不能闲了 故云未了亲见 就是我们 这是大师和尚告诉我们说 我们为什么叫做亲见的意思 就是说 因为我们 我们要修行的时候 我们被这个三毒 贪生书无名守护 不能闲了 故云未了亲见 以今世人亲见者 即是今日发心求佛道 为无名灭尽 三毒不生 即本心明朗 更无乱恋 知恶永灭 故以今世人亲见 就是说我们修行的 已经修行 把我们的悦障无名放下 不用去求别人 也不用去求那个马子 也就是求什么什么都不一样 求你自己 你把你的妄想 烦恼放下 烦恼放下的时候 你就自信就清朗 就明白出来的时候 就叫清见三毒 叫做清见 故以今世人亲见的 无名灭尽乱恋不生 自然解脱 其实很难 所以我们才修行人很多 但是生道的人很少 故云当得菩提 当发心时 命为今世 非革神 其实不是说下意识 恶道者 另外这个解释 是金刚经的解释 恶道者 第一恶鬼 畜生是也 若人前世造业 当受此恶报 为此此今 以众报亲 比如说 你有硕士金刚经的以后 会众罪亲报 以众报亲 免斗恶道 若能更物名此义 当体全空的时候 即恶果顿消 敬恶力臣 正为千年暗示一灯明 这个是另外一个师父在讲金刚经的解释 刚刚在讲那个清见的那个就是大事在讲的 再下去说 虚不提偶连过去无量阿伸体节 以燃成佛前 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优他诸佛 细节共养成事无空过者 他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阿伸体节 阿伸体节也是时间 无量的时间 无量事 这阿伸体节 他没有固定说几千年几万年 他阿伸体节无量无量的 无量时间的 混沼混沼很多很多的时间 叫阿伸体节 以燃成佛前 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 由他 那由他 那由他就是一万万 一万万 那八百四千万再乘以 八百四千万亿再乘以一万万的话 那哇那不得了 那天文失利 就是整一次 释迦摩尼有在讲说 尽世公变法 这所有的佛的意思 那么多那么多的佛 细节共养成事无空过者 若父有人 虽然他说他共养那么多佛 若父有人以后末世 能受词赌诵词金 所得功德 以我所共养之福功德 百分不之一 百千百万亿分乃是算是弊子所不能及 释迦摩尼在比喻这个 给你们很大的信心说 你如果受识独宗金刚金 好像供养 尽世公变法在所有的佛 那么多 只要供养一本金刚金就好了 你只要认真的你达到了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那你就是供养 等于供养所有尽世公变法 这些所有的佛菩萨 都伟大 所以在这个下面来解释 阿珍姐跟那由他那由他是一万万 那个饭你二者皆是事 此云就是无量事也 共佛是布施 成事是力行 佛言我再然的佛无量节前 供养成事无量之佛功德 以持经之人的功德千万亿分莫及其一 所以释迦思真 他很为比喻 说我们的功德有多大 那我们切切实实 真的有没有是这样 切切实实 我告诉各位 如果真的有一个人 看了金刚金 花菩提心 看了金刚金的悟道 你看那个悟道的功德有多大 真正的那个 我们修行佛道要证菩提 真的真的很难 主要你供养一个无心道人 那你的功德就很大 无心道人不是外面那个 没有脑筋的 是你自己本身 不起任何的妄恋 不起任何的称心 贪称痴 什么过去心 现在进未来心 你全然放下 那个叫做无心道人 如果你能够供养一个无心道人 你胜过你 供养千万亿之佛菩萨 这个是金刚金的思想 那我们就慢慢来学习 慢慢来想 世家师生 他既然可以这样讲 敢这样讲 那我们又不能 不敢去相信 那真的很奇怪 但是 但是虽然说 你现在还感到有点 那个不是很相信 但是有一天之后 你真正的有一天 你真正的像禅宗所讲的顿悟的话 你毕竟会非常相信 我们今天会讲到 以后莫是有受辞读读诵 此今也守得功德 我若既说了 何有人闻心急狂乱 浮于不信 虚菩提 当之施经义不可思议 果报也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修行的话 一定要有福德因脸 福德就是我们要常常去 知恶莫咒 众善奉行 因脸就是我们要去 清善之事 所以我们也还是要有福德因脸 来帮助我们修行 我们才容易上路 不然的话 为什么会狂乱不信 浮于不信 因为没有人有办法相信这个事情 很难相信 所以才修行的人很多 误导的人很少 末世者就末法之事 也此今中的功德 活不一一既说者 道大然性恐人生以 起磅金之罪 故不尽说事 然呐 言此般若妙意 菩提道果 其中的功德 绝不可思议